NCC不是獨立單位 NCC是打手單位 我認為是蔡英文幹的 蔡英文瘋了 他捨不得交出權力 蘇貞昌停掉這個事情 叫做戰術型轉進 他有沒有停 沒有停 我告訴你 他現在叫做避風頭 立法院偷襲 他可以強度觀山 用優勢表學 要把它推翻這個政府 這是個暴政 這個構想是誰提出來的 當然是NCC的單位 NCC那個陳什麼 陳耀祥 陳耀祥 陳耀祥是個屁狗官 那個沒有屁用的 他只敢在 這個東森 他一個禮拜欺負我五天 我今天要幹你 陳耀祥你王八蛋 我跟你講 陳耀祥沒有這個總 我跟你講 不是陳耀祥 他們一直在這個 我認為是蔡英文幹的 我認為蔡英文 陳耀祥怎麼可能幹這個事 怎麼可能對不對 這個誰 這個就是蔡英文要想的點子 我蔡英文才 陳耀祥是個屁蛋 你知道吧 他哪有這個總 寫這種東西 就是一批爛人 幹的爛事情 形象那麼差 你形象差的人 你要立法的時候 你那個公信力的不夠了 你知道嗎 你的公信力不夠的情況之下 你想做壞 你現在有正當性了 就因為你的動機不純正 你的行為低級 行為下流 所以我們對民進黨不相信他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講不信任是一個問題 這個非常奇怪 因為這個為什麼奇怪 因為我認識 每一個人我都認識 從蔡英文到蘇家 到蘇貞昌 到鄭英文 都認識我 很多老朋友 他們過去不是這種人 講難聽一點 我講白的好了 這些人沒有這個膽 你知道吧 我都懷疑說老共來他們會第一個跑掉 我跟你講 我都不相信他們會跟你搞到底的 這些人是沒有做壞事的勇氣的人 沒有做壞事的勇氣的人 也沒有做壞事的本事 蔡英文發瘋了 我先講蔡英文瘋了 他捨不得交出權力 你知道嗎 跟蔡英文他也不貪污的人 他家很有錢 就旁邊這些人 你說這個什麼 鄭文燦可能會貪污 這我相信 蔡英文不會啊 蘇貞昌會貪污 這我也相信 可是為什麼搞那麼多 用這種法律來壓迫台灣人 你知道我意思沒有 然後壓了我們反彈 講坦白你過去參加過反對運動 反對運動 我跟你講很簡單 都是被逼出來的 許信長想當官耶 許信長哪裡會想去造反派 每一個都被你逼著變造反派 我也希望吃香喝辣 我當董事長多屌 我現在每天都跟你幹 我跟你講我有心理準備喔 我沒有僥倖說你不會管我 哪天碰到一個法官就把我關耶 台灣人要有一個覺醒 就知道這一批人這些狗官 蔡英文領導這個政府 現在在專門在做壞事 可是你要相信我的話 他們沒有膽 他們有賊心無賊膽 而且本事很差 你知道意思沒有 所以大家要相信我的話 要把他推翻這個政府 這是個暴政你知道嗎 暴政我們這次九合一 就想盡辦法團結在一起 要把他推翻掉好不好 蘇貞昌停掉這個事情 叫做戰術型轉進 他有沒有停 沒有停我告訴你 他叫做避風頭 風頭避完他就開始了 有一天突然間就跟你立法院偷襲 他跟你強度關山用優勢表決 民主黨立法委員 現在有幾個人出來敢質疑他的 只有一個林楚音 稍微講一句話說 啊這個主管機關要把問題 要把來龍去脈解釋清楚 沒有一個立法委員 當年都是反對運動 這些人都不要臉到幾點 還有一些搞台獨的 自認為是愛台灣的 王定宇我現在點名你 你就應該出來講 你每一次喊台獨 你他媽的 到了嗎 言論自由你媽躲起來 不敢 你媽的房租費 是不是忘了腳了 對不對 這混蛋到了幾點 NCC喔 不是獨立單位 NCC是打手單位 你搞錯了 NCC罰款跟我有關係好幾百萬 我每天罵那個陳耀翔是王霸蛋 今天在罵你 陳耀翔王霸蛋王霸蛋王霸蛋 罵你三次好不好 然後你再罰款 你再罰款我會不怕你 然後另外 30年是不是什麼貪污追溯期30年 當然是嘛 可是沒有用 只有他我等一下再解釋 下一題我就要跟大家請教 就是他搞這個30年是什麼意思 這種人無恥之急 不要臉還敢選台北市市長 去年的聖誕節後 他們就跟BNT 香港的一個公司簽了合約 要透過第三方來跟BNT買 然後我們行政院的 就是由院長核定 由衛福部直接簽約了 簽約之後呢 然後被這個中共發現了 中共發現之後 就把這個合約給他封掉 說不可以 你怎麼可以不透過代理商 直接透過代理商 就被逮到了 那逮到我現在跟你講呢 我現在講很簡單一個概念 就是那一批合約的價格 就是陳時中簽的合約 然後現在是 現在關起來 就是BNT而已 其實就是為了BNT 買的500G的價格 跟郭台銘送給台灣的 是同樣的數量 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兩個單價 總一個合約總價差多少錢 你知道嗎 差1億美金 也就是說如果那個合約成功的話 陳時中到蘇貞昌這一批人 他們貪污賺1億美金 然後咧 我現在請問你 這個東西 我現在問很簡單 郭台銘合約公開沒有 公開 公開啦 郭台銘合約是有上市公司 他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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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道也不得不 那鴻海的合約 既然可以公開 那我現在不跟你談別的合約 我就問你很簡單 你當時你跟BNT訂的合約 可不可以公開 一模一樣的東西 鴻海已經在 已經在上市公司公開了 就是這一份 他要封城30 他要封城30年 就是這份要封城30年 對不對 當然是 他就是這份是不是 因為這個就涉及到 你剛剛講到 已經有談到一個程度 一個水平的嘛 那其他是買進來的嘛 他買進來 你說有沒有一天會公布 還是會啊 因為已經打完了 打完了 真正沒有的 就是剛剛董事長講的那個 所以他可能因為 也因為你這樣子 所以他要把數位法要修下去 不是 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疫苗是多嚴重 你的只會貪污 而且貪污還失敗 還東窗事發 這個就是很簡單 就是現在你看到沒有 這個是國民黨立委講的 解密要30年後才能解密 然後陳時中已經100歲 我管你陳時中100歲幹什麼 我現在讓陳時中 今年就給我落選 對不對 回家給我吃自己的 對不對 我們在這邊講管他的 現在民眾黨挺誰啊 黃珊珊 挺黃珊珊 好啊 那我沒辦法 算了算了 到最後關頭 我們支持黃珊珊當選台北市長 就不然陳時中幹掉嘛 這一團就把他幹掉了 你知道 陳時中在台北市幹那麼多 疫情期間 他弄得壞事情 尤其他對台北市特別壞 特別壞 特別壞 他是修理科批 然後懲罰台北市民 來修理科批 這個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怎麼可能能夠當選 這個他能當選台北市長 台北市民 都是假賽的 我是台北市民 我跟你講我現在開始 最後一個禮拜 每天就幹成時中的講坦白的 這怎麼可以讓他當選 太離譜了對不對 民進黨就是要認為 他用下週18歲 可以得到更大的支持力量 可是沒有想到 最近他搞了一些壞事情以後 林世堅事件 他反而得罪了年輕人 現在年輕人跟中間選民 從民調上看起來 已經全部離開民進黨了 但是離開民進黨 所以他們現在要用選舉的技巧 用大量的資源 用買票的方式 用查水表的方式 再把年輕人騙回來 所以這是他目前選的方法 因此我現在在這邊提出一個論述 就是蔡委員 就是賴委員 在桃園要提高投票率 要提高年輕人投票的意願 這第一點 第二點來講的話 要把真相說出來 什麼真相 叫做相對剝奪感 因為這個政府 在剝奪我們年輕人的機會 創造了我們 就是有林世堅這種人 然後還有一大票的柬埔塞打工的人 我們賴委員要把這兩種人的 活生生的充滿這個血淚 充滿了這個痛苦血淚的故事 要告訴台灣人 要告訴桃園人 這個政黨 他會製造林世堅這種人 他會重用林世堅這種人 吃香喝辣 然後這個政黨 也創造了兩三千多個 台灣的年輕人 走投無路到柬埔塞 去被人家當 豬仔 當豬仔 這個政府還能讓他存在嗎 還能讓他繼續執政嗎 這不把他推翻掉 我們不是變成我們白混了嗎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跟他幹到底 海黃鮑魚干貝XO醬 他是長時間的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鮮味供染到一爐進去 裡面的蛋白質 他是雞肉牛肉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辣7